出生12天的女儿突然失踪了 父亲紧张报警 母亲却是一脸淡定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孩子到底去了哪呢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原来女儿被母亲以1万5千块钱的价格 卖去了温州 杭州萧山公安赶赴温州 解救下了这个被卖的女婴 7月13号晚上7点多 杭州萧山区南洋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张姓男子称 她出生才12天的女儿不见了 民警立即赶到报人小张和女友王某的住所 但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母亲王某的态度却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毕竟这么小应该也在月子里面 应该说不会去离开她的 那么策步不离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这个小孩会找不到呢 照理说这个母亲应该很急很急的 她还愿意不是很急 民警把小张及王某带回派出所调查 在派出所里 王某对于民警的询问 前言不搭后语的遮掩 但还是道出了实情 原来王某没有固定收入 还欠着一堆外债 今年7月份与男友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选了女儿成了她的负担 于是就在网上发帖 希望送养女婴 而这时 在温州打工的王某夫妇 一直没有生育 也在网上发帖 想收养孩子 而这一切都被山东人江某看到了 于是她就冻起了歪脑筋 突然看到一个就是 孩子的母亲就是说送养 把孩子给送养送出去了 碰巧的是又看到 有一个收养的 然后也在百度知道发一条信息 她就说也给三万 然后我感觉三万 这样她说好一万五 这三万之后还有一万五 所以我就开始参与了 在江某的亲信下 7月13号 三方在萧山南洋碰面 江某问温州的王某夫妇 要了三万块钱 给了孩子母亲王某 一万五千块钱 中间净赚一万五 这名仅仅出生 12天的女婴 就这么被卖给了 温州的王某夫妇 目前孩子已经被解救 考虑到孩子母亲 王某处于哺乳期 警方依法对其取保候审 其余三人被依法刑拘 好